创业者他也会失业 老板失业比新楼失业严重得多 所以他们也应该有一些保险制度 我非常感谢你们已经着手进行一些研究 我要特别表达我的敬意 但是今天这个主题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 我来看是严重的 你大概读到美国智库 还有日本一些研究 他们认为这个外派制度 或者是我们讲的非典 他是少子化的病因 这个内政部要来请教你了 他是社会M型化的病因 我看江部长可能真的要来请教你 他甚至是国家经济竞争力退化 因为他会消费延宕 那日本所谓的泡沫经济走不出来呢 他们认为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我看五一劳动节 他们用这个做诉求 我相信应该是引起你的注意 上回我们也为此对话过 当然我是从青年的角度切入 但是我想请问整体而言 我们四月历前两天公布是下降了 以你掌握的资料 非典这劳动派遣的部分 是不是有下降 还是反而升高了 跟委员报告我手上的数字就是非典的部分 就包括零工的相关的一些部分 大概总共有五十一万多人 在这个就业市场里面 我是意思说你一直追踪这个失业率嘛 这个是你最关怀的事情 那当失业率整体失业率价降的时候 这个非典是升高还是降低 是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在不同的时间点的确会有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对公司来讲 他其实反而裁员的时候 他有些裁的是 你会发现有时间点的问题 有这个调查问卷的焦点的问题 其实刚才很多委员的对话之间 对于你的数据的差很大 就很多质疑了 你今天拿出来的还是九十五年底的企业计 跟每月派遣人数 而你拿出来的还是九十二 九年二月用生产力统计去推估的受雇员工 九万多 但是您刚才也讲了 包括公共电视三月一日的专题 吓人的数字 他说是六十万大军 人力银行 我看他们还是九十八年底的数据 也是百分之五点零五 所以跟这些数字啊 大家都不聋 我要想请问的是 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化了 你们也开始愿意去正式处理 过去没有人正式处理 其实应该呱奖你们 但是既然开始处理 到底你们做了多少的调查研究 掌握了多少正确的资讯呢 是 跟文报告就说 我们目前在主题处那地方 我们跟他沟通的结果是 呃他目前的调查的方式 就是以人力派遣业 人力派遣业里面的受雇员工 我谈的不只是那样 的方式来做处理 我的意思是值的问题 因为你今天提出来的报告 是谈到问题了 问题的界定 你一定是有资讯嘛 对不对 但是你界定的问题呢 好 譬如说你写了五大点 啊 劳动几种法不足规范 劳派三方关系 你第二点观察说是 问题在于企业对劳派人力 没有合理的使用 第三 雇用的不安定 第四 雇主责任的不明确 第五 劳派事业单位的规范不足 因为你提出问题 你的解方就是你的处理 政府要用政策介入 一定是针对问题嘛 是 我的问话就是说 你的问题意从何来 你如何界定它 是推想的行政人员的想法 还是我们真的有做过 这个所谓的empirical study 真正的本于数字 本于对于事情的真实的一些深入的了解 值的研究 还是你自己是推定这个问题 然后你就推定一些可能的解方 这个问题差很大哦 这会变成象牙塔里面的study啊 你的问题怎么界定的 跟我们报告 我们为了派遣相关的议题啊 我们有一个专案小组在讨论修法的方向 然后我们也请了学者专家来提供一些意见 然后我们在会里面因为 我要提醒你的就是这个 我也做过行政官员 你现在呢 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谁讲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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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这个手上有一个铁锤的时候 你看到所有的问题都是钉子 现在你陷入这样 因为如果你是12345 你刚才讲的这五个问题 是你学者小组研究出来的问题 你只有一个钉子就是修法 但是我必须要指出的是 日本25年以前他就修了 日本修动这个劳派相关的立法的这个记录是25年前的 结果他的劳派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 严重到吞噬他的国本 有劳派村这些你也看到了 是不是 所以我我就是希望想 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 应该对这个问题的界定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你所有的解方处理的方案都是根据问题而来 假设这个问题不是真实的逻辑 你解决的结果可能是自私一分就会陷入今天日本的绝境哦 所以我是再三的一定要赶来一定要等到你 我是觉得你很可能缺少包括量你的兜不笼 还有还有非常成就95年以前的资料 你继续用 那表示过去这几年 大家疏忽了既然有你这种个性的人当主委 我希望你真的很务实的去像法律人一样 先把问题界定出来 才去寻找解方 否则你率而认为说修法 说不定越修这个劳派法 包括你给的劳派专章 我上次讲的 你给了一个比例 有些是现实的 有些是不足的 因为行业别差很多 我个人有一点点观察 行业别 我国的派遣制跟外国差很多的 上次我谈过 我举了一些 包括美国 德国 日本 他们都是高度专业技术行业去外派 包括这些软体工程师 企业要重整的时候 那些砍头的专业管理人 他们用高度专业技术的派遣 而我们全部都在 非常低技术的 高劳力密集的 一些 尤其是制造业啊 我们跟人家不一样 你跟着人家修法 感到 第二个它很特别的是年龄有差 这是我今天关怀的要指 为什么我教育文化委员会 一定要跑来这里 担心年龄差别 我们是20到25岁的 接受度是最高的 这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日本甚至必须要用限制说 40岁以上的不用 这种方式来平衡这些 这个人年龄群的不同啊 那我稍后会跟你谈 为什么这个20到25岁 还有性别也不一样啊 我们这里女生多于男 其他国家男生比较多 还有呢 他能够未来性的差异非常大 在国外因为这些呢 大概我们国内呢 有61%的雇主啊 他是不让这个非典的员工 接触核心业务的 这跟其他国家 他都是核心业务面临重整 面临改造 面临一些革新的时候 他找这些脑筋心心的 都没有文化这些包袱的人 来帮忙他 我们不是哦 然后有百分 只有百分之21转成正值 意思是 无法 无助于他的就业 未来力量 然后薪资差真的有 百分之五十四 认为差两成以上 所以这一部分 你的观察是对的 但是我要特别讲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 你想他山之石 我看你的报告 想可以违育 可以公错 不见得哦 我们就跟人们不同样了 我们既然跟人家 不一样的问题特质 你如果不界定清楚 说不定你越学就越回去 越糟糕 你知道 会不会 我想我非常同意委员的看法 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 风土民情跟问题的 症结点 的确是不一样的 那我也同意委员刚刚所提到的 比如说在别的国家里面 基本上在派遣的使用 某种程度是更专业 然后技术养成需要比较久的 但是公司不一定要养这样的一个人 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形态 是比较多的派遣 反正像台湾这样的一个 大部分在制造业 我在举个例子 你思考看 你从百分之十 你已经认为说 我退让了到百分之三 你去看那些旅游乐者 这个我 我授课 我去所有的这个游乐场 很惨你知道吗 礼拜一到礼拜五 除了大陆客以外 全部拐棒 哎 礼拜六 礼拜天呢 他如果没有派遣工来啊 哎 就稀缭缭 为什么 突然多了好多的客人啊 他没有给他外派人 他根本无法连清洗 连倒垃圾都有困难啊 所以你如果没有行业别的考虑 没有其他的考虑 这样算有百分之三 是对还是错 我真的希望你们好好界定问题 那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特别要提醒的是 年龄是不是应该加以限制 这个不是我自己发明啊 我去读了很多的书啊 他们说啊 其实最最好的一本书 如果你有空的话 你看看就是 心理社会发展阶段 这个是Alexson 这是经典之作心理学家 他讲什么 一个人呢 如果25岁以前 没有进入高生产期 他一辈子都报废 这就是我担心的要子 当你没有限制 如果是让年轻人进入这个非典的事业 反正家里父母养着啊 他高兴趣啊 今天要明天可以不要 今天到这里 明天到那里四处游览 他也觉得很不错 可以学习啊 有时候他是退而求其次啊 不愿意每天朝九暮五啊 所以 但是这个会害死他 你知道吗 根据这个 著名的这个研究 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他说 如果你25岁 不能进入高生产期 而他没有通过两个人生的考验 第一个考验 自我定位 第二个考验 跟人之间呢 有比较密切的 所谓人际关系的话 他一辈子会迷途不凡 因为他不再可以真的有信心对于单一工作的角色扮演的一个胜任 而他因为25岁以前没有固定的可以建构人脉的有成功经验的有稳定职能增长累积积累的经验的话 他未来不能跟人家很好的合作 他会不能够分享 他的EQ会出问题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一个人你不能让他没有春天夏天啊 直接叫他去秋天冬天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只有老委会能够单独解决 但是因为问题最后集结在这里 所以我只好一来再来三来 我是请求真正界定问题的时候 要有深层的职的研究 他三知识可以参考 但不一定可以违遇 不一定可以供错 我们的国家未来就是三中一清 三中 中南部的问题 中小企业的问题 中低收入户的问题 跟这个青年的问题 这三中一清的问题 是我们国家民心向背之所惜 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行政团队的一员 应该能够协助 因为你是第一线了嘛 协助整合这些知识 这些问题很好的界定 对这个劳派的问题 做一个非常有远见 而切实 有效 而且可行的方案 我们对你有所期待 我可不可以拜托你啊 我想委员的指教 我们有听到 而且我也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对于此的部分的研究 跟台湾本土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状况 我们必须清楚的掌握 然后定出来的法律 要适合台湾本土来做使用 这一块部分 我们会再继续 做一些研究 跟做一些调查 然后希望能够定出来的法律 比较富二格这期的 那就拜托你了